打造最強音樂平台 WSM 環星娛樂 好,又到我們講文化藝術藝文館的時間 我是老文青Moris 今天的嘉賓重量級 是香港藝術發展局行政總裁周惠心 Winsome 大家看看上一節 我們就講了你的人生 這一節始終都要講你的工作 就是香港一個負責發展藝術的機構 叫做香港藝術發展局 我早過你入,出出入入 你一直是行政總裁 我們都是見證了有幾十人 去到今天好像有百多人 藝術發展局的同時有百多人 越來越大 我想問你,很多人都未必知道 香港藝術發展局是甚麼東西呢 好啊 多謝Moris這樣問 因為呢,都可以說是一個好的時候 去檢拾一下藝術發展局 即是我從2015年開始加入 去到現在其實 都很久 有些甚麼發展呢 當然,同事的人數是一個顯示來的 但也都反映了甚麼呢 就是,局呢 比起以往在 我做之前 2015年之前 基本上是一個 幫政府分發一些 正所謂的資助 給藝術團體藝術家的機構 是加多了很多任務 我們現在的工作裏面 包括我們管理五個藝術空間 而五個藝術空間 加起來呢 是有百多個藝術工作室 給表演藝術的團體 視覺藝術的藝術家 大家都知道 視覺藝術包括很多種類 很多種的嘛 我們很快會搬入這個 黃竹坑的永久辦事處 那裏的藝術工作室 更加有電影的工作者 有媒體的工作者 即是媒體藝術 另外亦都有些跨媒界的藝術工作者 真是包羅萬有 這一塊的工作呢 我看到未來的潛力還有的 所以變成 可能過多幾年 有很多同事要加入 那 還請人嗎 還要邀引嗎 我們從來都在請人 另外因為 譬如還有一個 會很需要繼續發展的地方 就叫藝術資料的中心 因為我們搬入黃竹坑之後 就會正正式式開始 我們一個叫 藝術資料中心的運作 那裏完全是用一個數碼化的導向 因為地方太少了 藝術的材料 只會越積越多 我們有局 就是你25年 那你說 只是我們局 去給錢人 譬如說文學的作家 寫的小說 又或者一些 武道團體 他拍了錄影 你說我們有多少資料呢 只是儲存我們那些東西 都沒有可能全部實體 即是那個等於 好像一個圖書館 資料室 可以這麼說 還有一個歷史的檔案 無所不包 可以這麼說 我們最近在這個資料室的 其中一個工作 就是拍一些前輩的口述歷史 譬如好像黎明老師 畫家 不是那個 不是唱歌 香港是畫家 是 又或者 中大音樂是 Professor David Good 那是一個 真是 到現在成90歲了 還可以站在那裡 非常 口若懸何地說 香港的音樂發展史 即是我們都在拍這些東西 那這一塊工作也是無底心談 那未來會怎樣呢 我不知道 但是我們 其實過去幾年 現在正在做一些幕後事 那希望在2023年 年中 當我們搬入去黃竹坑的時候 可以開放給大家去欣賞一下 我都要宣傳自己 其中一瓣呢 就很多謝你的邀請 我有得跟一個電影配音 五十年代入行的就是丁宇叔 九十幾歲 他會數回這麼多年的電影配音的發展 謝謝 還有我還要說一點點 很多人不知道藝術發展局是甚麼呢 其實政府的藝術工作 它有分工的 是一個高層次局的層面 以前就叫民政事務局 現在我們簡稱 民旅局 民旅局其實有兩種運動和旅遊 它要負責政策的策劃 大資源的分配 然後另外一個地方 政府有這麼多場地 就是康民處通過的地方 來推動文化藝術 另外一個就很有趣的 它又不是真的政府的部門 就是Winsome的藝術發展局 它是一條法例 成立了這個組織 不過政府是有權管理的一個機構 因為藝術發展局 是接受超過95%的收入 是由政府的留員 所以我們雖然不是政府的一部分 因為使用公帑的時候 我們都一定要有很多 你做過我們副主席 你都知道 我們又要聽ICAC的監管 又或者我們要通過我們內部的檢查 還有一個審計處 不要提他 我們基本上現在都很有 可以說在你幫我們一起工作的時候 來到現在更… 怎樣說呢 令到各級同事 是延長在一個有制度的運作下 去工作 我們叫做愈來愈大壇 沒有辦法 因為牽涉同事 那麼多級 那麼多不同的同事 有些基本的一定要統治 還有你講過一件事 我十幾年都記得 他就說呢 我說藝術發展局 需要那麼大龐 那麼他其中說 其實每一個做文化藝術 我記得的 都需要出路升職 那麼你由藝術發展局請過 那個招牌比較好 那麼你其實間接幫了很多藝術管理人才 你認為容易找工作 找到出路 找到未來 那麼你說真是 有時候我替你辛苦 因為有時候 你請的那些是比較Junior 那麼你要請很多 那麼你管的人 你就要管很多 但是你說的作用就是 讓多些人經過專門的訓練 香港提供多些藝術管理的行政人員 我記得你說 我想 首先我覺得 以前我在康民處 或者在以前的市政局 那麼你在政府裏面 每個同事接受的訓練 或者是升職安排 你會比較全面 但是在藝術局 那些分工真的可以幾不同 一個管場地的人 和一個去做資料的人 是不是很不同 又或者是 做資助一些藝術家去做事的人 又很不同 那怎麼辦 那麼我所以 其實我的同事全部知道我 是不介意他們離開藝術局的 是 如果他們仍然在香港的文化藝術界 有其他機構 會肯高興 我覺得給你新的東西去學 又或者給你一些特殊經驗 我意思是專業的經驗 那我都會很高興 是的 你是的 我是的 因為我會覺得 行業需要人員的流動 你才能夠做到一個 knowledge transfer 是的 是 這個是我希望達到的 因為香港的 除了政府以外的藝團 事實上 有時都幾 守住在他自己的本位 變成一些同事同行 變得比較狹窄 是否其實我們應該盡量 讓同事在每次升下升下的時候 學一些不同的東西 你的行業才可以上來 還有某程度 你現在管理下 像一間培訓中心 你培訓了很多人 有些我剛才說 有些出路 更好過你 或是高過你 那你是開心的 你不是說 是的 那些人比我更低 原因是為什麼 其實我現在已經是 我從來覺得我現在這些是 bonus 在工作上面這幾年 我是 其實應該再退休 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疫情 你記得我幫政府要派很多 防疫抗疫基金 給前線的藝術工作者 還有那些藝術正所謂釣鹽水 但是釣鹽水也要派那些鹽水 那我會覺得 在這些這樣的 怎樣說 就是不是美國捕風雪 但是都是 once in a lifetime 的工作裏面 正所謂 接近它 就是幫下手 就是幫這個行業 都可以過渡這個鹽東 那我覺得藝術發展局 又不是每個人欣賞的 有時接觸到年青藝術家 就經常罵 拿不到錢的 又或者差過去又拿到我 又拿到 不過我拿的錢應該大過去 就是很多這些 那你怎樣看 就是年青藝術家 怎樣良性和藝術發展局的互動 是最好的呢 其實當然一定有人罵 是 因為我們的局 要向立法會交代 政府給的錢 譬如我們有一隻叫project grant 就是任何人 只要你每年有兩次 exercise 你以前都批過了 就是那些項目 就是那些項目 單項 就是你說我要搞一個畫展 我要整個陶瓷什麼工作方 那些項目 那你申請夠錢 那其實呢 我們向立法 在政府拿了錢 亦都要向立法會交代 其實我們經常 就看著 我們的成功率 大概是40% 那這個也是歷來是這樣 為什麼呢 因為呢 競爭是需要的 如果個個都有的時候 我想你怎樣去分辨優劣呢 藝術的本質是什麼 我最記得 我不知道要不要這樣說 我聽過盧景文教授很年輕的時候的一堂課 藝術最終一定很尖端 是不是 全世界彈得小提琴最厲害的人 可能數不夠十個 你一定會是優勝烈敗 如果你沒有一個競爭的底蘊 你怎樣激勵那些人去推進 那我為駁嘴而駁嘴 有些人說 你這樣說藝術是尖端 只不過你從一個藝術從業員的所謂專業去說 但我們要求是社區藝術 即是阿婆阿公阿嬸阿小朋友全部百花齊放 這樣的時候我就不用那個所謂叫做 quality 我覺得是另一件事 為甚麼呢 因為在香港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的制度 在香港其實藝術發展局是真的其中一件事 是會看著藝術的推進和水平 即是一定要有藝術家出現 我們是追求這件事 但不要忘記政府其實有十八個區議會 亦都有一個是康民事務署 民政事務署 亦都是看一些地區的 還有康民署有時候都派這些錢 沒錯康民署的一些普及的藝術 那些叫娛樂節目組 又或者地區的文化娛樂項目 其實是很多的 我覺得沒有排斥 只因為這種好地區式參與式 不講求很高的藝術水平 這件事是很普遍在人類社會裏面 都必然有的 但我們如果只是做這些 而我們不去追求一些尖端 卓越的東西 那香港站在哪裏呢 香港一味熱鬧 沒有質素地熱鬧 那你喜不希望見到呢 作為老文青 我當然不想 因為我知道有另外一些撥府委員會 就是用一個普及化來做主 結果那個藝術的形式一路推 是夠多 但你出不到卓越性 是有這些問題 所以是對的 一個分工 但始終很多人會找著你 行政總裁 我要罵你了 我夠錢不夠 做鹽不鹹 做醋不酸 那你搞到我不生不死 那你怎樣回答呢 好像忘記了 你上一段 還在藝法局的時候 我不記得了 其實我們討論過這個問題 因為以往事實上 似乎是有這個情況 因為真的看一下每一個時間的 藝法局委員的共識 譬如有時候 以往有些時候的共識 很可能就是 盡量派多些 寧願每個人派不夠 但後來你在最後那一段 我們其實有一個共識 分開一些 盡量那些很高的藝術水平 或者他很有負負意 我們看到他會做到 有可能做到 我們盡量給他 指援他 現在通常 project ground為例 我們盡量希望 可以給到九成 他要求的方向 即是等他們剛出來 不用說 陰工不夠錢 做一個項目 那些不是剛剛出來的 那些都不是 就是入行的藝術 但如果他的項目 是覺得好值得支持的 前列些的 很可能拿到九成 他要的資金 然後再 可以說中游些 很可能拿到八成 但盡量都不會 好像以前 你要十元 我給五元 你即是叫人做 還是不做 這個是已經沒有了這件事 好 最後有個比較尖銳的問題 不要怪我 有些人就說 唉 你們派錢 也不拜託 推高我們的市價 他說藝術發展 很多時候 你每個項目 花多少錢 都是給一個 挺低的預算 很多時候 我真的 很不夠花 你覺得有沒有辦法 你帶動那個市價 提高呢 首先藝術發展局 不是本港的主辦藝術節目的重要機構之一 重要機構是甚麼 康文廚 西舊 大本 是嗎 而不是藝法局最主要是給資助的藝術家 我們都是跟那個所謂的市價去做 還有因為我們反而是做了甚麼呢 這個是發生在你差不多走到現在都發生的事 我們再設計多了很多不同的資助 哦 即是這三年內很多設計的東西 譬如你走之前 我們已經 roll out matching fund 配對資助 配對 即你有多少錢 我資助你多少 是的 第一期的時候 即初期的時候 是一對一的 一元對一元 是的 但後來發展到現在 政府是被我們拉到 你找到一元 我可以最盡給你一個半 嘩 好少 多數一元對一元 是的 那是不是很吸引人 吸引 還有我們的門檻很低 你做藝術項目 你自己出去找到三萬元 我們都肯幫你做 那當然我們都有個頂 那這件事其實最重要 不是說給多少錢 而是希望這個平台之上 令到一隻藝團 你自己盡量去籌款 為什麼要籌款 你不只是去賺一筆錢 以後就跟別人拜拜 你是想找到一些 真正的支持者 還有讓你可以長期發展 那這個才能 這個才能骨尿 那我覺得 這個matching fund是成功的 有些團體很可能 他真的平時來拿我們project ground 正所謂 很可能不是那麼競爭性 但是很可能他拿到贊助 他至少有第二個門檻可以招 那另外就是 我們亦都比如發展很多文化交流的項目 那藝術家不是一定要來說我自己弄完整個計劃 而是有時候會由我們去策劃去參與 那他亦都可以得益 那另外譬如好像我這幾年 我們是在運作一個叫做優秀藝團計劃 我們是給三個團是特選的 選得很辛苦的那時候 選了Opera Hong Kong 香港歌劇團 鄧樹榮 機構工作室 林逸華 非常林逸華 非常林逸華 是的 這三個團 我們是承諾給他五年的經費 而那個經費是一個行政份 最主要 好用的 五年是好用的 是的 所以我覺得做多一些不同的平台 總會對搞藝術的朋友有幫助 其實是的 即是不同人有不同的需要 你盡量滿足不同的需要 是的 那最後我想和你了解 其實你本身是一個女文青 然後你在政府上又同文化藝術 你現在在這個所謂法定團體 你又用另一個身份和文化藝術人交手 那你有不同身份和文化藝術圈接觸 這麼多年了 問你內心有什麼感受 或者有什麼不同的感受呢 很難回答 因為我覺得 其實很多時候 那些人都會問我 就是 為什麼可以做這麼久 都還是一個人這麼有精力 或者是這麼投入 是的 是的 我想原來真的 一個人如果你很喜歡那個 subject matter 即那個內容 是 那你原來真的會 會繼續這樣投入 是 還有因為我覺得 我其中一件事 我都很喜歡教人 是 因為我又試過 做政府工的時候 我都試過 part time 教 教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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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art management的東西 我覺得那件事給了我很多 不只是我教人 譬如剛才你說我 為什麼 訪問都不懂螺絲 是的 沒有螺絲 我為什麼可以上台 我可以連戲 譬如說一個演講 我可以 不用看稿 都挺是的 其實呢 其實呢 教書是幫了我很多 當時因為你要一些讀master的人 他能夠接收到 你都要很多技巧或者訓練 這個原來是會訓練自己的 還有我覺得呢 人是最有趣的物體 藝術當然有趣 但最終極其實是個人 那人原來很有趣 那你教人的時候 你見到一些不同的同事 公司越大 請的同事越多 反而你看到 人真的很不同 不同的同事呢 我經常都笑 原來他有特異功能 譬如 有個同事平時 可能他好像很普通 原來呢 他在我們 經常被人罵 我們那時候派抗疫基金 你派得慢一點又罵你 你不給又罵你 那他原來無比耐性 那你是 我很有趣 我很欣賞一些同事 會突然間在一些 崗位去發光發熱 那我都很有趣 很感動 很感動 就是 我想是對人的興趣 反而我覺得是 你現在老一點 還覺得有趣 這個答案 我有點想不到 Winsome 所以我覺得 對我都很得益 因為呢 其實我都經歷過 我會覺得有時候 那些人很煩 但是越老 越老爭入定 開始欣賞人的煩 是變成一種可愛 所以 慢慢我欣賞到你的境界 你明白嗎 是的 很有趣 你見到一些同事罵架 我有時候覺得 挺有趣的 你們這樣也很罵 所以你說 那些藝術會不會有時候 會來 就是說我們 會不會 會的 會的 一定會的 但是 現在好 因為年紀大些 這一行的人都很勁老 所以沒有什麼人罵我 幸好我不用不勁著 我們下一節講的題目更精彩 因為現在人人都說 香港藝術要賺外匯 出口 又商業化 企業化 那我們下一節聽聽周衛心的高見 繡純珠寶寶呈獻 秋海情緣、李秋元 2018年 2023年戲曲演唱會 演出日期及地點 2023年3月21日 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 門票現於城市售票網公開發售 升级嘉宾 罗嘉英 蒋艳红 钟丽荣 庄丸仙 黄小讽 郑雅琪 节目查询8111 8111 升级美声尽在还声 方依琪奇妙的约会演唱会 补偿将于2023年2月13日星期一 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举行 节目查询8111 8111 WhatsApp订票热线66886988 上渔小量门票 欲扣重促 也尋不甘回味 WSM还声娱乐成立20周年 一向以非凡音乐 精彩娱乐 创意无限为宗旨 推广音乐不为余力 多元化音乐及演艺业务包括 实体影音产品销售 线上音乐串流及下载 演唱会制作及海外巡回演出 承先啟后与时并进 打造最强音乐平台 还声娱乐YouTube频道 订阅人数超过50万 影片观看次数超过6亿 音乐及文化娱乐节目 包罗万有 声级靓声演唱片 戏曲随缘 金曲那些列 Sing to remember 艺文馆 音乐旅程 音乐淘宝 唱你所爱 精选巨星歌曲合辑 演唱会线上首播 成蒙各界支持及全球乐迷拥大 还声娱乐不断向前迈进 女二 avい worn 声级靓声 尽在还声 �摊 дźwięta 有些字幕 感谢观看